我今天请你们来 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 这是刚刚出炉的桌座 请二位笑拿 可真是太好了 等等 等等 别忘了 别忘了 我这字啊 它不能白写 它要收入你的 众福兄啊 你的字是字成一体 比例雄见千金难求 只要先生愿意给我们写 这个自然不在话下 好 那我也不多说 每副字两百大样 放心 没问题 好 别 别着急 还没说我很好 我呀 要写 就不止写一幅 每月写一幅 二位 以下如何 每月一幅 对 真有点奇怪 真是难得啊 每月一幅 我跟众福老弟这么多年 手上连他一幅字都没有 那是 怎么样 你们收不收 不收我收了 你们这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是啊 每月一幅 每幅二百 我们收了 收了 好 孟丑兄 你何懂 孟丑兄啊 你刚才那个 太强了 太强了 哥 嗯 赫年也就算了 但梓美她是个小姑娘 她能喜欢这玩意儿吗 我还想给她买羊娃娃呢 咱哪有钱啊 快劈吧 哎呦 都得大热天的 你们俩在乌骨头的什么呢 热不热呀 来 吃几口 吃几口 来 喝甜了 来来 谢谢你 谢谢王伯伯 嗯 我跟你们俩说啊 一会儿你父亲 要和几位重要的客人谈大事 你们得顾见大局啊 顾您向上次 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青蛙呀 蛇呀 武功冲出什么烂七八糟的 咬我脖子 再那样做 我不答应啊 这什么 给 给子美的 我刚才跟你说的听清楚了吗 您放心 我知道轻重 我跟她的过节 那天就已经讲清楚了 不会再难为她 这就对了嘛 你父亲是干大事的人 我们可不能让她分析啊 祝福啊 哎呦 靖言兄 哎呀 可把你盼过的 哎 想死你了 快快快 周小学 靖言兄 你好啊 来了 我 那真是给子美的 你还要给贺年呢 哦 行 行 你们俩 带过你这数据啊 哦 顺着你们的稀有 哦 好 哎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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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孟走雄 哎呦 欢迎 欢迎 欢迎啊 来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走 走 走 哎呀 为了见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 路上多耽搁了几天 嗯 怎么样 上海的形势如何 反员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 势不可挡 只是元党的镇压手段 也越来越凶残了 是啊 各地都死了好多人 不过我坚信 他们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 话说回来了 周福 你这办事效率历来的高啊 一下子就聚集了这么多的同志 不是我办事效率高 是大家都急眼了 憋这么长时间都快疯了 这总算有机会 能不积极吗 是啊 是啊 那咱们开会啊 让我传达一下 中山先生的指示 好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世界上 列强在欧洲大战 顾不上我们中午 而在国内 袁世凯为了顺利称帝 加大了对反元人士的镇压力度 可如此高压政策 反而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群众的支持 由此 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 要求我们积极行动前 莫马立兵 一旦时机成熟 立刻举兵护国 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 我得仲府先生说一下 以徽乡办杂志为名 组织了一支队伍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 只要云南一起事 我想 首先想 叫他一个天翻地覆 干得漂亮 我怎么觉得是仲府在坐镇中军呢 真的是世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听说你有大手笔 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呀 这个打架 吵架的事 做不了 我还是干个条本啊 写字 这两个月 我跟易白沙足目出户 办了一本杂志 叫青年杂志 本意是鼓吹性能化 宣传新思想 造就新青年 就是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合 来替代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 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 重塑一代新青年 这是创刊号的草量 各位先生 指教 众部先生 这封面上 怎么是个外国人 这是谁啊 卡内基啊 钢铁大王 兼磁润家 他是苏格兰人 十一岁破鱼生计 移居美国 为了虎口 在纺织厂打过军 烧过锅炉 做过快递员 后来靠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 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创建了与洛克菲勒和摩根 并密的钢铁帝国 成了美国经济三大巨头之一 我之所以把卡内基作为我们创刊号的封面人物 就是想告诉我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们 天下的路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 有智者是精彩 祝福 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我双手赞成 可若是你全盘否定孔子如雪 我不赞成 丁远兄 不是全盘 你听我慢慢地细细地跟你说 好吧 来 有人说你陈独秀创办杂志 是为了唤醒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 那么这个觉悟究竟是什么 大家知道 道光年林则徐进了鸦片 英国人就打进了中国 人家船奸泡利 我们一败土地 于是 有人就提出 要师宜长计以制宜 这是第一道觉悟 知道自己技不如人 要向人家学习 后来 有人也进一步认识到 我们不光技不如人 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 洋人有比我们先进的制度 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晚清新政 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地盟 和帝制建立了共和 这是第二道觉悟 可是见日的民国又怎么样了 洋人照样欺负我们 老百姓照样是保范 这是为什么 这就不光是我们 既不如人 制度不如人 最根本的 是我们思想 道德 理念 不如人的先进 所以我说 所有觉悟归根结底 就是思想的觉悟 道德 理念的觉悟 这最后的觉悟 说到底 人的觉悟 这最后的觉悟 就是要换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来塑造新一代青年 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代中国的心情 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 一 自主的 而非努力 二 进步的 而非保守 三 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 而非锁国的 五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第六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六条标准 总的来说 就是科学与民主 要造就一代新青年 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 科学与民主就是 检验政治 法律 伦理 学术 以及社会风俗 和人们日常生活 一言一行的军生 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 哪怕是 祖宗之遗留 圣贤之垂教 社会之崇尚 皆不得得得 科学和民主 是招养 而现如今 国家却是一个 被捂得严严实实的 发着霉 烂着窗 留着浓的老房子 怎么样才能让科学 和民主的阳光 照亮房子呢 过去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推倒老房子 可你推倒了这房子 那煤 那窗 那浓 还依然藏在那边 长出来的还依然是 腐朽的炸东西 所以 中国要强大 我们不仅要推掉那所房子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 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 来武装我们的青年 怎么武装 大家都得探索 我的意见是 先让我们 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 先从我们说话写字做起 提唱白话文 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 写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 我们要用新闻学的力量 来启蒙大众的思想 做起 写整 compounds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現代中國思想啟蒙的 新文化運動 應一而生 我說這個陳獨秀 還真不是一個說空話的主 剛回國幾個月 就辦了這麼一個驚天動地的事 現在雖然是深秋 但是你知道嗎 我從他這本青年雜誌上 聞到了一股春天味道 陳獨秀 不簡單哪 終於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 就是個驚天大大雷 我現在算是終於明白 他這個自覺心是什麼意思 首長兄 兩個月前你還整天嚷嚷地 要批評陳獨秀悲觀厭世的自覺心 這一轉眼怎麼 你就成了他的死黨了 對不對 對 島上綱兩月 中原已千年啊 想當初 他說不能把艾伯 和艾那個腐朽政府相提並論的時候 那多少人罵聲一片 可是現在呢 島原已經成為了全中國的共識 在這一點上 你不得不承認陳獨秀還是眼光獨到的 別別別別太多光了 你撐死我了 就這麼不承認不住 雨漢 喚醒民眾的思想覺悟 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這個書我念不下去了 這是他給我的來行 希望咱們中國問題研究會 你愿给青年杂志偷偷